各位好,欢迎来到聊聊,我是三三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 他们往往不会再有继续拼搏奋动的勇气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体力和头脑方面 不能够很好的去追赶潮流 所以在做一些别的事情的过程当中 失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为了能够使自己不遭受损失 而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做法而已 但是年龄大的人就真正的不能成功吗 相信所有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肯定都是否定的呀 毕竟每个人在拼搏奋动的过程当中 可能从事不同的行业 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需要紧跟社会的潮流来进行 才能够做到最好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过得也算不错 所以他们不敢去冒险 他们害怕就连当下这种非常稳定的状态 也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了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 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岗位 那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了 这或许啊就是一个机会 在离开了自己曾经熟悉的工作环境之后呢 所要经历的事情 那也就是可能好也可能坏 但是总的来说呢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很多的朋友 这也在为自己以后去做一些事情 累积了一定的基础 至少这样的挫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彻底放下之前安稳的生活 重新投入到拼搏当中来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见过那些比较有成就的人 曾经有人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对于你自己的成功 你最感谢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之前的某一次失败 正是因为有了那一次经历之后 才强迫他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 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虽然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困难 但是在战胜了这一切之后 他们最终取得了自己之前 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心里感叹 当初逼迫自己踏上这条路的那个人或者事情了 或许没有这样的客观因素存在的话 那些人也一辈子会待在自己简单的工作岗位上 或许过的还算不错的生活 但绝对取得不了今天的成就 相信人在内心当中只要想做一件事情的话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呢会非常的曲折 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件事情来 所以当你在内心当中对于做某一件事情比较可求的时候呢 千万不可以放弃这种想法 只要长期的坚持下来 并且适当的做好一些准备 那么终究有一天你会踏上这一条路 而且做的非常的不错 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大的失败 那相信呢你也不会后悔 至少你将内心当中的想法成功的实现了 尽管没有好的结果 但也只是说明了这一条路并不适合自己而已 虽然很多人对于内之后自己的处境非常的担忧 但至少在内心当中可以彻底的不后悔 那相信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解脱吧 所以啊在拼搏的时候是不分年龄的 不论年轻也好或者是年龄比较大也罢 那只要能够时刻想着自己内心当中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终究有一天你会将它做好 并且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所以不放弃的努力才会成功